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 我们是直起比落齐聚一堂酪梨子的改造计划 1.创意动机 2015年联合国启动2030永续发展目标 简称SDGS 提出17项全球政府与企业共同迈向永续发展的核心目标 其中SDGS目标12为 促进绿色经济确保永续消费及生产模式 我们吃酪梨通常会把酪梨子丢弃 但其实酪梨子营养成分相当高 本组参考梨高糖做法 利用酪梨子做成急泡经营的茶汤 而煮过的酪梨子则烘干磨成分 并加上酪梨子茶汤制作成酪梨子玻璃茶汤饼 除了美味营养之外 兼具创新便利与环保的价值 2.创新目的 1.将整颗酪梨子全利用 透过行动实践SDGS12目标 2.将酪梨子萃取茶汤 并将酪梨子烘干磨取酪梨子粉 3.实验将酪梨子茶与酪梨子粉 制作成茶汤与玻璃糖饼 4.调查民众对酪梨子茶汤与酪梨子玻璃糖饼的接受度 3.SWAT分析 优势 1.产品营用蓄利用概念 善尽社会责任 2.使用台南在地农产品 可与果农长期合作并确保原料来源 3.体积小 单独包装方便携带 4.产品天然无负担 使用更安心 劣势 1.纯手工制作 过程繁琐 需依赖专业食品厂 2.纯天然食材 手工制作 不添加化学防腐剂保存期限短 机会 1.现在注重养生的年龄层越来越年轻化 能在客群有更多市场 2.现金网路非常发达 可善用网路工具推广 威胁T 1.产品上市后亦被业界模仿 2.名气不高 初期推广不易 4.四批分析 1.产品 本产品以酪梨子的改造计划为主题 提取酪梨子茶水后再制作成酪梨子茶糖 并将以卵化的酪梨子烘干磨粉 加工制成玻璃茶糖柄 以理合即可生物分解包装袋进行散装方式销售 2.价格 成品及定价请评审老师参考作品说明书 3.通路 可透过文创商店、市集、酪梨主题农场等实体通路购买 或是利用网路平台增加曝光率 在Instagram、Facebook创立官方网站 也可以使用虾皮、7-11、卖货便等 使每个城市的消费者都能购买 4.促销 1.在市集及商店举办试吃活动 增加产品曝光率 2.与洛梨农场等相关店家合作 推广给现场民众 3.IG或FB社群专业贴文中按分享 享有9折优惠 4.礼合第二件9折 散装买10送2、买20送4 以此类推,仅限同类型商品 5.问卷分析 本研究以本校师生及台南市民为主要调查对象 经调查有8成以上受试者 对于酪梨酯茶糖以及玻璃茶糖饼皆表示非常满意 位观包装部分皆有9成以上受试者表示非常满意 价格方面有98%受试者对于50到100的定价表示非常满意 6.产品公用 酪梨酯内含有丰富的维森素1、水溶性纤维等营养素 本组将酪梨酯萃取茶糖后制作酪梨酯茶糖 并将酪梨酯烘干抹粉 加入酪梨酯茶糖制成玻璃长塔饼干 打破大众对于酪梨只能吃果肉的认知 并推广酪梨酯鲜鲜为人知的营养 将酪梨利用至最大化 期盼产品能达成永续利用及不浪费食材的目的 7.食用建议 酪梨酯玻璃茶糖饼需常温保存于室内一两处 建议两周内食用完毕 可保持原有的口感且以免变质 酪梨酯茶糖应存放于冰箱冷藏或室内一两处 建议两周内食用完毕 以免室温过高造成酪梨酯糖融化 一颗酪梨酯糖建议用100ml热水 约90-100度C 冲泡制茶糖融化即可 甜度可依个人口味调整 亦可直接食用 8.logo设计 饼干的造型与logo上的酪梨相同 可增加消费者对于品牌印象的建立 粉色背景象征酪梨酯水的颜色 箭头循环设计在酪梨酯的位置 象征着酪梨酯的永续利用 中间放入Avocado Seas Product 酪梨酯产品的英文 使消费者能更清楚辨识产品 9.结论 1.实践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品牌价值 酪梨酯取得可与在地果农 食品加工厂果汁专卖店合作 将不会直接食用的酪梨酯二次加工 实践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品牌价值 2.酪梨酯商品标准化稳定产品品质 若未来相关业者量产 建议使用机台标准化生产 让动线更加流通 除了增加产能及速度外 也能保证商品品质的一致性 3.千变万化的酪梨酯 持续创新研发 继本组研发的酪梨酯茶汤 与酪梨酯玻璃茶汤品后 希望后续相关业者能利用酪梨酯的特性 研发出更多性的产品 以满足市场需求 谢谢评室观看 谢谢评审老师观看